食用署呢 經過的專家一致的決議 認同高端新冠肺炎疫苗 符合疫苗的保護效益 所以EVA不用廢止了 國民黨立委 曾明中就直呼 要審查的專家學者 拿出調查報告來 痛批陳時中就看風向挺高端 好 更多的國會內容 把時間交給李嘉宇 各位最近帶你來關心高端疫苗 今天我們要請到立法委員 曾明中 各位觀眾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是 委員 早安 我們今天持續的來聊有關於高端 因為現在高端EVA不用被撤銷了 食藥署是一致的認可說呢 現在專家是14比0 認為說這個保護效益的報告 是有保護效益的 所以孫文昌今天還大聲的就說 現在高端就跟BNT 還有這個莫德納的疫苗一樣 他用比美這兩個字 所以變成說現在他大力的給高端保證 但是你這個專家會議的報告 卻拿不出來 到底所謂比美 BNT 或者莫德納 到底保護的效益的百分比多少 數據要拿出來 要拿出來 不用形容詞 因為李秉穎才講啊 前一人講說可能效益不好 李秉穎是專家 他都對外公開講效益不好 那恐怕那個效益到底好不好 數據要拿出來 那這個三期試驗都還沒有過 其他的疫苗是有過三期的 為什麼三期沒有過的這個疫苗呢 都可以被認可說這個保護效益 非常奇怪 你像NovaVac他也是刺蛋版 他的流程走了很長 美國才準他 EVA但是很奇怪 我們就是 準他之後先打 效益有沒有 先打再說你知道 有超過一百萬人打 打了三百零五萬劑 效益有沒有 不知道 就先民眾先打 把人民當白老鼠在試驗 是 會不會覺得說 是在就陳仁中的選情 替他為辯論會來做鋪路 沒有錯 因為 二十七號 部長帶著王碧生去看 看完之後 第一個高端公佈他的價格 第二個 他的效益報告又準他了 所以完全是陳時中在操作 第一下部長 我們再來看到 陳仁中他現在近日是為了宣傳高端 找了過敏者來拍高端的宣傳片 還大讚說 如果沒有高端疫苗可以打 我不知道可以打什麼廠牌的疫苗 那這樣是不是給其他過敏者 是不是施加壓力 當然 有啊 吃蛋版 NovaVac也是啊 所以陳時中 我很奇怪 你真的很奇怪 你是高端的行銷員嗎 銷售員嗎 你是前 中華民國的衛福部的副部長 你中華民國衛福部的前部長呢 你怎麼替高端的行銷 非常奇怪 我們要質疑他這一點 所以在密會之後啊 密會指揮中心之後啊 就一連串的知道高端的價格啊等等的 甚至現在呢還拿下了EUA 所以現在是不是陳時中坐實他就是地下部長 王必勝原本不開記者會突然又開了 是不是又坐實了他是陳時中的小弟 沒有錯 現在衛福部還是有直直中在遙控 他是地下部長 地下部長 是 我們最後來看到 其實現在蔣王安跟陳時中的民調差距縮小到10% 所以現在藍眼面臨一個危機就是 綠營現在要升高藍綠對決 然後呢把這個抗中牌拿出來 認為說這個疫苗啊 我拍胸脯的保證 你們要挺我 拍什麼胸脯 拍什麼胸脯 到底高端的效益 你看一年前整個還不確定就給人民打了 超過100萬人 305萬劑 效果不好 不知道 就請人民打 那效益好不好 其實我覺得還有待遲疑 謝謝委員 感謝 首先呢 現在聊到有關於高端疫苗的 現在保護效力的報告 備受專家認可 14比0的一個高票 全數通過 認為說高端是有保護效力的 這一點我們不能夠質疑 但是我們要質疑的是 專家能不能拿出這個會議的報告 因為畢竟高端沒有做過三期 而其他廠牌的疫苗是有的 這就變成說 蘇文昌大聲起誤的保證說 現在高端跟這個BNT的疫苗 還有莫德納疫苗一樣好 那真的可以證明嗎 尤其是現在選舉逼近了 陳時中的選情 民調也是在上升當中 是不是陳時中現在看風向在挺高端呢 看說高端現在可能不好 怎麼樣就切割 但是高端現在倒有保證了 就馬上找人來拍宣傳片 找過敏者來拍宣傳片來講說 高端多讚多讚 過敏者也可以拍 但是現在是不是也給過敏者 施加了一些壓力 尤其是這保護效力的報告 我們都還沒有辦法去做確認 不過蔡政府卻一直在拍胸脯 保證說高端很棒 這讓民眾備受質疑 以上是國際運動就交給蓬內主播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夠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